两只钢笔告诉石老师 用单还是用负 对吧 你名词有单数和负数 到底用单还是用负呢 它有规定的 哎量词定单负 你看数量 对吧 大于等于二 非常棒啊 用单还是用负啊 哎用负数 所以pen变成pens 哎这就是做题方法 来继续往后 我有一些钢笔 哎有人说了 石老师没有量了呀 没有具体的数量了 你要记住 英语它是语言 你需要理解的 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话 啊我有一些什么东西 证明这个数量是不是很多 最起码得大于等于二 你才能用一些吧 如果只有一个 你根本不会用一些来表达 所以用单还是用负 理解 一定要去理解 对吧 哎你看一些证明量很多 所以大于等于二了 用负数 非常棒 来吧 那接下来石老师再往下教 你学会方法 你学会做题技巧 做题的方法和语法 你就能搞定一类题 你考试的时候 你的句子随便换 做题方法永不变 咱不相信 试试看 来啊 比如说 my brother 我的弟弟 有 有什么 哎 有一个鸡蛋 来吧 我们来做题了 告诉石老师 用单还是用负 抠在公屏上 你学会方 可以 试看 终安 水